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有人居然提这么特殊的要求 不满足你 我都觉得对不起你啊 教你个乖 下次再挑衅别人的时候 先看看自己扛扛揍 我来的就是告诉你 你已经被删个离了 你趁早死了恶心吧 他不会帮你的 有人冷家亲你也喜欢蛋糕 偶尔去 那不我们现在去吧 吃饭嘛我请 停 去吧 哎呦好怕怕哦 怎么快去啊 沙哥喜欢的一直是我 你只不过是个替身而已 你以为离婚后 动不动出现在山哥面前 他就会理你啊 你越是在他面前晃 他会愈着你恶心讨厌你 山哥他打我你快帮我帮车 没见过这么贱的 非要送上门来找纵出去 我说了出去 听不见 哟 龙总 巧了 你也上厕所啊 把前妻堵在厕所门口 我说我必懂 龙总不嫌臭吗 我倒是不知道 龙总居然还有这种特殊癖好 离婚后我才发现 我的前妻这么优秀 能问能 你们男人都这么贱吗 你们男人都这么贱吗 得到的时候 再好的女人也不珍惜 等失去了 就发现前妻哪里都好 就连暴力 都能被解读成能闻能虎 你不嫌恶心 我还嫌脏 碰到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姐姐 杜鹃那 那个贱人 他打我 够了 罗宾 干脆留在国外 别回来了 姐姐 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我也是为了冷家的名誉着想嘛 什么人打了 我要你管啊 姐姐也在 怎么 刚刚在厕所 挨的那两巴掌 还不够爽 还想要我再鼓你两刀 姐姐 够了够了 这是公司 成何体统了 一会儿一块吃饭吧 我就不吃了 这里风气连天的 我可去不下哦 主事 我们走吧 姐姐 我今天就先失陪了 改天我们两个再聚 觉得庄齐 被赶出降临之后 不会上个感性 他一定想到的 你觉得若冰突然出现 是巧合吗 天使里冷山朝小的小冬 大半夜的什么事啊 大病发了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哦 你爸跟你的继母 年轻的时候那点事你知道了吧 你要继承了40%的都市公司小心点 他们要做事情 没了 我还问你是不是有话说 不是我没话说 喂 喂 杨沙哥 有话就说 开吼开吼啊 明天到帮助去吧 嗯 实验室到了杜大小姐 哦 医生科技遇到麻烦了 不得已求到了我 这次啊 你得好好干啊 咱们这个项目能不能上市 就看你的了 医生科技 老师集团那个 嗯 这次啊给的钱还不少 怎么 你怕了 公司分明我还是知道的 再说了 那个家伙也不一定在 你 你 就是有鼠集团派过来帮忙的教授 是吧 啊 我姓沈 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用不用我给你介绍介绍 这个项目是怎么回事啊 啊 哈哈哈哈 不用了 我之前看过都记在脑子里了 现在这小姑娘 都这么爱装逼是吗 啊 哈哈哈哈 装不装逼 一会你不就知道了 问题就出在这组数据上 我把辅料换成了CNS那进行操作 情况良好 接下来就按照这个方案进行实验 哎呦哎呦 杜教授 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 这样那个威乐感谢你 今晚上我请你吃饭 哈哈 哼下去全吃饭了 夫人 吃饭 我请啊 一 各位 是能够吗 程总监 但我就不吃了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别着急走啊 还有话没说呢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杜卷 你心里 还是 放不下我呀 龙总什么时候苦练出这么自作多情的本事了 那既然你已经放下我了 那为什么还要避着我呢 几分钟前你还想和沈总监一起吃饭 就因为我来了 你就要走 还是你怕 你压不住想我的心啊 哎 停停停停 越说越恶心 龙总请吃饭是吧 行 不过这完全是公式公范 才请龙总花心借鉴 我就不客气了 不是说请吃饭吗 怎么 是来家里啊 我们龙总想跟夫人您一个惊喜 李特助 我跟你们龙总已经离婚了 不要夫人夫人的叫我 让别人误会的不好 一日夫人终身夫人 你们龙总可不喜欢自作聪明的人 不错 我喜欢 夫人夫人 夫人 总裁 你们请 不是说去餐厅吃饭吗 怎么来家里 这是谁家 夫人 这是我们龙总心 啊 这是 女艺场 看来礼仪工作不少啊 夫人 那不就是我 工作表现好吗 哈哈哈 不然 我们龙总给您的一点惊喜 这花 还没公司楼下花痰的大吧啊 嗯 这个花吧 是我 托朋友从外国运来的 要不 龙总跟夫人先喝点酒吧 什么意思啊 饭都没吃 一上来就关我酒啊 不是 呃夫人 龙总的意思是说的 这瓶酒是他说 李助理买的 开胃酒 那 开胃酒喝完了 是不是要 咸菜啊 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上午了 呃 夫人 李助理的意思是说 龙总今天要亲自给您下厨做一桌饭 食材在厨房准备好了 等着他去呢 这个厨房子没有过吧 有有个水壶 哈哈哈哈 进了办房啊 这一两天时间李让我去怎么拿早房子 龙总让你买个房子的意义是为了做饭 这家伙 这要满房 地都没弄 没有煤气 没有水 你怪不得这么多年你们没一直往上爬 你要明白咱们龙总的意图是不是 您您打动 我马上安排 龙总您放心 我绝对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 十分钟 要不然这样 我车后备箱里呢 还有从国外进口的水果 那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来 先吃个水果 杜教授 这是今天龙总从国外空运过来的水果 绝对新鲜 绝对甘甜 请二位 先尝尝 正好十分钟 龙总 菜来了 你不是在帮我吗 龙总 那个 如果 正好 快有个会 我们到后面站了 许愿 从事为了你啊 就是为了你自己吧 这么自私 原来你喜欢在上面 好吧 你爸找过我了 让我劝你 不要把骨子卖掉 但是我拒绝了 你叫我来 为了说这个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好吧 我承认 我脑子里 是在上演一些 我没有说的事情 你变态 你离我远一点 你爸他真的找我了 让我劝你 不要卖掉那些股份 我的家事 你不用管 刚才 对不起 冒犯 龙总知道冒犯就好 我不想以后 还有这种事发生 以后我可能会经常出现在 医生科技 我跟龙总的夫妻关系 早在几个月前 就已经结束 现在我们只是清白的合作关系 我不想再因为以前的事 而影响工作的事 龙总 意下如何 还有别的选择吗 如果龙总不希望我出现在医生科技 那就另请高明吧 哦 不用了 就这么办吧 那走 合作愉快 告辞 娟娟 娟娟 那边 哎 你不用这么周到 现在劝带我还是会的 以前夫就在后面了 所以 你是故意这么体贴 做给他看呢 他大可不看 爱看不看 没必要 我跟他已经离婚了 我们之间 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你这个行为 你给他戴绿帽都算不上 况且 冷山本来就不喜欢我 你觉得 他会因为这种事生气吗 是吗 那天他帮你去医院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 以后别做这种幼稚的行为了 以后传到冷山耳中 竟然又会嘲笑我自作多情了 无所谓 听说你爸庄奇 找了很多财团 想要做空肚子集团 可是还没等人下手 就被人给整垮了 你说 不可能是他做的 不可能 也许是重书出手了 走吧 我累了 啊 你还没听到吗 你还没听到吗 还没听到吗 你还没听到吗 我怕他们门 我还没听到吗 我们相信 没听到吗 你那一天 要有 我要安排 你还没听到吗